欢迎收听快川之饭派又黑花了 无奈神兽虚空 来咯来咯 第323集 东道主蒋云和林总听到动静也过来了 蒋云的眼里划过了一丝凝重 这里的宾客可都是他和老林请来的 宾客的东西若是自己落在了哪里还好 要是被人偷那就尴尬了 虽说欧氏毫不介意 蒋云还是让大伙帮着原地找找 或许真是不小心落在了哪里了 云姐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方小爱旁边的一个小女星突然到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她直接指向南巡 我刚才看见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的 把什么东西藏进了自己包里 好像就是朵朵丢失的那条钻石项链 云琪神色一变 立马低贺一声 胡说八道什么 刚才扇水一直跟我在一起 我没有胡说 是我亲眼看到的 云琪 你真的一直跟扇水在一起吗 我和小爱 明明看到你刚从那边过来啊 云琪一正 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蒋云打断了两人 朝身后众人摆手道 好了好了 没事了没事了 只是个误会 大家继续 大家继续啊 蒋云朝自己老公递了个眼色 对方会议 立马带着众人往武池那边去了 虽然离开了 但刚才那个小女星说的话 众人已经听了个七七八八 私下里忍不住开始八卦 该不会真是那个叫扇水的小明星偷的吧 听说啊 只是个当红的二线艺人 还是草根出生 这种人呢 通常没什么见识的 说不定啊 还真是他偷了那钻石项链 毕竟 这可是他不知道拍多少部戏 才能挣到的奢侈品呢 哎呀 这种人 也不知道怎么拿到青铁金来的 哼 一个高级妓子而已嘛 也不知道是睡了多少男人 才挤进了二线艺人的位置 猪头赵总忍不住插了一句 等宾客都去了那边的武池 欧星朵身边的那贵妇 也走到蒋云面前 笑道 还是你想的周导 这种事情闹大了 也不光彩 这是我的生日夜 出了任何事情 都是我招待不中 不过你们放心 我会给星朵一个交代的 说完 他单独将南巡 叫到了一边 我想这项链 现在确实在我包里 但不是我偷的 我中途离开了一块 回来后一直坐在那儿没动 他对这位影后 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所以对他说了实话 蒋云叹了一声 无奈道 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当然知道怎么回事啊 但是扇水 云姐今天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这件事情只能这样思量 东西就在你包里 证据确凿 没法子的 你听云姐的 这种事啊 你越争辩越没用 到时候事情传开了 最失亏的还是你 云姐想让我背下这锅 可是云姐 刚才那女人那么一诈呼 所有的人都怀疑是我偷的了 现在你又让我当着欧心 朵一家人的面 承认我是小偷 抱歉我做不到 那你跟云姐说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 蒋云见她沉默 不禁握住她的手 拍了拍 你放心 云姐待会儿 不会跟人说是你偷的 就说是你在地上捡的 没看清楚 误放进了自己包里 南巡 将自己的手 缓缓抽了出来 坚定地朝她摇头 抱歉云姐 我知道你也是好意 但是我这人 有的委屈可以受 有的却万万不能 说着 她静止走到 欧家人和方小爱一行人面前 就这么当着几人的面 拉开了侧包拉链 将那钻石项链取出来 扔向欧星朵 欧星朵伸手接住 惊讶地看着她 这水 真的是你偷的 旁边站着的云琪 目光也变了一遍 连忙解释道 星朵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我相信啊 扇水不是这种人 星朵小姐 你的项链戴得好好的 怎么会说掉就掉呢 今天我也没进你的身 偷就更不可能了 中途我和云琪出去了一趟 我忘了拿包 谁知道这段时间 发生了什么 恐怕是有些人 看我不顺眼 所以想了这个办法 来陷害我 至于谁最可能 系你的身偷项链 星朵小姐 应该心里有数吧 说着 南巡扫向方小爱几人 几人目光闪躲 明显有些心虚 欧星朵一听这话 脸刷 一下变得惨白 你和云琪一起 你岂不是也看到 我和陆氏天子 欧星朵想到这儿 倍感羞耻 眼睛更红了 南巡后面说什么 她根本就没心思听了 就这样吧 可能都是误会 销令找到了就好 欧星朵 靠到贵妇的怀里 妈妈 我好累 想先回去了 那贵妇心疼地 将人抱住怀里 冷眼扫向南巡 偷就是偷 有什么好剿面的 没眼见的下贱东西 南巡的脸 顿时就沉了下来 目光陌然一领 讽刺道 恰贱 您不过是一个挤调 正配上位的小三 说出这话的您 能高贵到哪儿去啊 这话一出 所有的嘈杂声 一瞬间没了 就剩下欢快的舞曲 回荡在整个会场上 众人本就无心无惠 在偷偷注意着这边的动静 南巡的声音又不低 几乎大半的人都听到了 我去南巡 你疯了 就这么点破事 人脸就过去了 你这么一闹 岂不是把欧家得罪了 我去 全国首富啊 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吗 到时候一句话 随随便便 封杀了你 我没逢 我早就瞧这一家子不顺眼了 特别是 这个口口声声说我下贱的 登堂入室的小三 原本 我进入娱乐圈的初衷 就是引起男神的注意 现在男神都在我碗里了 我还怕什么呀 封杀就封杀呀 我来到这个世界 只为欧钱一人 其他的人如何 干我毛事啊 小八 欲哭无泪 好任性哦 关键 他还无话反驳 他觉得 南巡说得太有道理了 他和南巡来这里 为的就是大boss身上的恶念值 别人怎么样 关他们鸟事啊 那贵妇保养得很好的脸 一下子拉了下来 没教养的东西 你在胡说些什么 只有本身没有教养的人 才会轻易说出别人没有教养 你 那贵妇气急地看向蒋云 蒋云 你这都是请的什么人 蒋云的脸色也变得难看了 对方这话是在指责他吗 他处处顾全大局 为了给对方颜面 也是亲自上前迎接 他就这么指责自己 蒋云顿时觉得善水 说得没错 这个女人才是个没教养的 一个上位的小三而已 有什么好端着的 气氛正僵着的时候 远处突然传来一道难声 云姐 那人说话的声音本不大 但这个时候无人之声 空气都静得仿佛凝住了 所以这一声便显得格外清晰 低沉 有力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